哈喽 欢迎的笑声在阿南爱心小学里回荡 这个周末老师回校参与一堂静思雨实质培训课程 它是静思培训课程 在美丽的地方 很多学生只有读书和写 而不是活动 今天我学了很好的活动 感情、敬虑、担心 很好的设计训课程 在静思培训课程中有五步 印度菩提加耶阿南爱心小学的老师 受邀来了解体验室教学的魔力 让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学习正确的价值观 每个个体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关键在于有没有踏出第一步去尝试 教学也一样 勇于接受新知识 为学生点亮另一盏明灯 如果您笑着,大家会喜欢,对吗? 如果您喜欢,没有人会喜欢 他们会说,您看到这些学生很危险 如果我们在学校 如果我们在学校 我们在学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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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这里 我们只是想付出 然后也想传达这个付出的精神 因为这个就是佛陀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应用这个生命 就是要来利益众生 就这样简单而已 所以今天看到他们也是有这个接受 他们也要发挥这个精神 轻施易得 人施难求 粮施更是难遇 证言上人期许 教育者要心怀洗水的心 才能以宽宏的气量去接受新观念 大爱新闻 这是美职工 陈村早 杨文辉 印度报道